哈囉大家好我是新兒 歡迎大家來到新兒愛珍珠的頻道 這次的東京奧運呢完美落幕了 我們的中華健兒得到了二金四銀六銅的好成績 大家是不是覺得非常的精彩呢 那尤其是羽球男生金牌戰的那場對決 我有手在電視機前面觀看 那最後的那球硬拿著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所以呢今天就要教大家如何做出決勝點抹茶拿鐵 那就讓我們開始看下去吧 抹茶奶蓋需要的材料有鮮奶、鮮奶油、白砂糖以及純抹茶粉 那我們現在開始打抹茶奶蓋囉 我們先將200毫升的鮮奶油 還有50cc的鮮奶 8克的純抹茶粉 以及70克的白砂糖 依序倒入鋼盆中 好那我們來開始計時看我們多久可以打發 好那我就是用這個電動打蛋器 開始攪打 我們抹茶我們抹茶奶蓋呢大概攪到這樣子的質地 好那些我要教大家怎麼做出抹茶奶蓋囉 那首先呢我們將150毫升的鮮奶 還有30毫升的蔗糖倒入杯中 那接著我們將它攪拌均勻 再來呢我們要加入冰塊 好那再來我們要做出上面綠色的抹茶漸層 那我們需要3克的純抹茶粉 還有50cc的冷水 那我們用這個茶鹹將它攪拌均勻 好了之後呢就可以把它倒進杯中囉 好那最後呢我要用剛剛打好的這個抹茶奶蓋 把它鋪在上方 好那因為我想要讓上面更綠一些 所以我在上面撒上純抹茶粉 最後呢因為我們要做出那個羽球場上的T字部分 那我是使用這個原味奶蓋來做圖 那關於原味奶蓋的打法 我會在之後的影片再教大家怎麼做 好那接下來就要開始畫出線條 修飾一下 另外一條線條 好那最後呢決勝點 我是使用到這個Oreal碎片 把它放上去 這樣子決勝點抹茶拿鐵就完成囉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們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大家快去喝飲料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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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